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6年出生的范婷玉今年只有16岁07个月 按照中国棋院的相关规定 范婷玉三段将会直升为九段 由此他也成为了世界棋坛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九段棋手 此外范婷玉也是英式杯上首位持外卡参赛 而最终夺冠的棋手 这也充分的体现了我们中国棋坛不仅有千里马 而且还有着慧眼独具的伯乐 聊过了范婷玉的多项记录 咱们再来聊一聊范婷玉的棋风 有人说小范的棋风是酷似 智孤胜手赵志勋 而范婷玉自己说了 我崇拜的偶像是板田荣男 这板田荣男何许人也剃刀 还有人说了 这个小范的后半盘的计算能力相当强 可以媲美十田芳妇 您瞧 整个一个日本围棋大家的老板的三合一 我们今天就请上赵手寻武段和陈南 为我们回顾一下小范的夺冠的最后一局 咱们看一看少年英雄究竟有怎样的棋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和赵手寻老师 一起为大家讲解这场备受关注的决赛之战 我们都知道在前三局比赛中 中国棋手范婷玉是2比1领先韩国棋手朴婷环 那么本局比赛双方再次交换先手 是范婷玉直黑先行 对 说到这个换先手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在前三局的比赛中呢 都是直白的一方获胜 没错 这盘棋小范是直黑 那么对范婷玉来说 他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 不过呢 他相对来说 他的心理状态会好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第四局 他还有一个机会 如果他输掉的话 那么现在他是2比1领先 他输掉的话呢 双方打平 还有最后一个决胜局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说第三局比赛 如果在五番其中前两局战成1比1平 那他就是一个天王山的争夺 对 很重要 那么看看小范是否可以一股作气拿下本局 其实作为英诗碑来说呢 他的规则是贴8点 8点呢 这个规则其实是跟我们中国危机规则贴青木板是一样的 作为棋手来讲 他肯定是都希望自己直白啊 直白的一方会好下一些 实际上来说可能会选择白棋 那是这样的 这个白棋呢 有大天木 作为这个黑棋大天木的负担会非常的重 所以说的确是白棋好下 不过这个小范 我想他一定会是有备而来 他肯定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 这盘棋我们就现在进入棋局 来一起欣赏一下吧 小木 白棋走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站脚 反正对方是小木的话 那么白棋的第二手站哪儿都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对方是欣慰的话 那么你下在对方的方向 似乎不太礼貌 是有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小木是没关系的 小木有一个关系 就是黑棋第一手一定要下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你想下小木的话 对对对就下这儿也是属于不礼貌的行为 像这些细节呢 作为他们这种这个顶尖高手来说 一定会非常的注意啊 都是首先要尊重对手 要尊重围棋 所以说这些细节也是很重要的 对就算是围棋礼仪吧 对 然后是欣慰 白棋也小木 对 白棋这个是也有打破黑棋布局意图的意思 整个走在了对手的方向上 因为黑棋肯定是面对棋盘这个方向 对 总之让你别扭一点 这布局的时候让你别扭一点 是 黑棋挂脚 先挂个脚 脱 这个最简单的脱退定式 接下来黑棋没有继续在右下角 左下角进行去完成这个定式 他是选择了这个 又挂一个角 开始看起来我还在想说范庭玉是很喜欢中国流的一个棋手 这盘怎么没用呢 其实是他在交换一些东西 然后之后再来布阵 挂了一下之后 范庭玉他又脱先了 是 这个时候他在选择了中国流 那这几手交换是不是应该是有一些意图在里面 是的 这几手交换呢 我想这就是范庭玉做好准备的一个布局 中国流布局在最近也是非常的流行 这几年啊 中韩棋手下的都特别的多 而且黑棋白棋都下 都下 对 尤其是中国棋手 那么值得一提的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中国围棋的可以说是 这个电机人也是我们中国流的创始人 对 陈祖德老师 他是不幸的辞世了 那么在陈祖德老师逝世的这个期间 也正好是LG杯 LG杯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么一个比赛 正在进行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棋手这个十月 最后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是国冠了 对 对 新科冠军 那么他每一盘棋 不管是黑棋白棋 都下中国流 是 我想这也是 作为他来讲 也是他在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 心情 对 对 去祭奠这个我们的前辈 我们敬爱的陈老 而且不仅仅是十月 当时就有很多棋手 就是大家商量好了一样 就是在正式比赛 世界大赛 尤其是都在走中国流 而且这胜率齐高 没错 所以说这盘棋呢 小范还是下出了中国流 在先挂了几下之后 继续下中国流 他也是很有深意的 这个下法也是很有意思 如果不交换的话 可能白棋 如果这边没有 可能会从这边挂一下 对 从这个方向来限制 这个挂角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他先挂一下 然后可以说是作为一种 留下伏冰吧 埋下伏笔 如果你在这样挂的时候 黑棋就可以 从这个方向加 那么这一加 如果没有的话呢 如果没有的话 一般会选择手脚 一般会选择手脚 如果有了这个挂 这个字可以看作是一种结印 如果有了它的话呢 黑棋就会选择在这加 这样的话 作战黑棋是比较有利的 你就不会让你从容地拆过来了 对 对的 所以说这个白棋 从这种地方挂呢 其实是比较少的 那白棋也是 见招拆招啊 它后来是发明了 另外一种下法 就是挂在这儿 这挂脚是很有意思 它的意图 其实也很好理解 对脚上施加的压力 越来越大了 对的 就是对黑棋的这个小木 施加更大的压力 它是用紧凑的方式去挂脚 它希望你在这儿走 那么白棋尖顶 立下来 拆一个 这样白棋再拆 这个白棋的目的就达到了 它虽然损失了一点局部的力 损失了一点实地 但是换取的是这个 大局的这个大势的方向 反而打破了黑棋的意图 对 这样的话呢 黑棋不是很理想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 另外一个话题了 这个就开始引到 这黑棋为什么现在 左下角挂两下 也对这边有帮助 对 这个就是很有深意的一个构思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挂脚啊 来去体会一下 这个高手们的这个构思 它每一步棋都是很有 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呢 如 由于有了 这两个字 黑棋呢 就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下法 就是在这儿拖 拖断 这应该是比较激烈了 对 这个是 局部来说更紧凑 比白棋 白棋这条棋已经很紧凑了 那么他是希望你腾不开手 在上面补 那黑棋这条棋呢 就是选择 将计就计 以一种更紧凑的手法来去应对 这样的话 白棋同样也脱不出 腾不出手来去下面拆 这就涉及到一个蒸子问题 是 这个就会跟这边的交换有关系了 对 拐回去 然后就蒸这个黑子 这个时候大家看 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 被白棋蒸了 那黑棋现实不行 这拖断就不成立了 这就亏了 但是 这现在已经有接应了 那么你蒸不掉我这颗棋筋 那结果就是截然相反了 那就是白棋不行 所以说 这个先挂两下之后呢 其实也是让白棋 这个挂的手段 限制他这个挂 对 也不能说是不成立吧 但是 就是总之 是让你这个心理上 也是对你一种威胁 威慑 你还敢来吗 我这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么顶尖的高手来说 朴廷环他应该对这些变化 都非常熟悉了 应该是了如指掌 但是在这个决赛的舞台上 尤其是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 任何一个棋手 他都会有一些顾虑吧 就是他都会想一想 这别人是不是有准备的 这挂两下肯定是有道理的 所以说实战呢 他也是没有这样的选择 他是走了一个断 对 一般这个棋如果不把定式下完 好像把一就很想断上去 是的 毕竟这两下呢 还是亏的可能性大 等于我这个小飞手脚 之后你去这撞了两下 撞了一个之后再断一个 这两个交换毕竟还是有亏的可能性的 所以说白棋也是从气势上来说 也是要去惩罚一下黑棋 这是很好理解的 接下来黑棋也很有意思 他也不处理这个字 他这边 我们看这边的这个挂 他已经挂两下 他就放这了 脱险了 脱险了 不处理 被白棋断了 按说白棋断了之后 黑棋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兄弟去处理一下 对 这个我不能挂一下就不管他了 这是一般的思路 但是范田玉很有意思 对 他这会儿在这守一个脚 小范同学呢 据我了解 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思想的一个棋手 他在平时也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棋手 基本上都是在国家队里面 就磨练出来的 集体研究 集体研究 很厉害 但是小范呢 他是很少去国家队 那他自己平时是怎么一种 就是自己训练吗 他基本上是靠自己 自己摆棋 对 自己摆棋 自己通过自己去体悟吧 对为其的一些见解 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训练的 所以说呢 他很有自己的特点 而他行骑也是不拘一格 很有自己的东西 我们都叫他少年石佛 是不是说他的棋风啊 是不是跟这个昔日的天王李昌浩老师 有点相似呢 不能这么说吧 可能大家说他少年石佛 更多的是因为他的这个表情 和他的这个沉稳的态度 从棋的内容上来说 我倒不觉得他很像李昌浩 他自己也说他崇拜的是板田 板田中南老师 那他其实从棋上来说 我也觉得他更像板田 他非常的犀利 尤其是这个制孤能力也很强 后半盘 后半盘是越下越强 没错 对 这些特点 当然李昌浩本还也像 但是他还是不太一样的 他是比较犀利的 李昌浩是比较沉稳的 所以说从棋风上来说 我倒觉得不太像 但是他的这个 就是人的性格上的特点 非常的像 也是你从他面部表情上来看 你是永远看不出这个棋的 熟悠熟略 是永远看不出来的 我记得当时鼓励跟他下棋 就评价说现在的90后 尤其范婷玉95后的小朋友 说跟他们下棋 就光看脸就觉得有点发麻 真的是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 那他手这个角 现在就是说限制白棋这个方向 对 他的想法也很简单 反正这个地方 我先挂了一个 你这边兵来降挡 你怎么下 我都有办法去处理 那这边呢 显然就非常的空旷 尤其是白棋 可以这个地方 把黑棋断掉之后 白棋这个左下角 可以看作是一堵墙 这堵墙 它要向左侧去扩张的时候 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比如说这边白棋在挂了之后 拆过来 拆到这儿的时候 那么这边的潜力 就会特别的大 所以说他这个 这时候黑棋先小飞 他等于是抢占了一个 小贩 他认为全局最大的一个打场 那这个时候 除了这一点 好像那就是刚才您说的 这边拆回来 对 其实也就这两种选择而已 他觉得这个大 所以说他选择这个 十二百七 这个肯定又要加过来了 对 这也是 朴婷环也是在有一种 无声的反抗 是 既然你不走 我就把你断了 这个字你不处理 那我还要加工 我还要加工 对 也是很有意思 手换在这个地方 也是心理上的 针锋相对 对 黑棋拖 黑棋拖脚 他现在是开始处理这个 但是 我看他这个中国流 我们一般发展 应该是 是不是做模样的 起会相对多一点 对 那他现在往脚里走 我当时看起的时候 会觉得 这思维是不是 有一点不连贯 可以这么说吧 这也是体现他棋风的 一个一部棋 棋风是喜欢实地吗 喜欢实地 然后他不喜欢 做大模样的棋 其实小范 你别看他下中国流 他不是打地做模样 他是捞地形中国流 不是扩张性中国流 对 他是有他自己的意图 在里面的 按说拿着黑棋的一方 都喜欢把这个局面 下得更空旷一些 就是更 怎么讲 就是 比如说大模样的 双方大模样对围 这是黑棋比较欢迎 看到的一个局面 但是作为小范来说 他并不是 并不是很喜欢 比如说这边 就是我怎么加一下 然后把这个张得很漂亮 作为黑棋来说 我这个先招效率 我就觉得提倡得更好 对 我想如果要是 我们换一个棋手 比如说像 聂老 聂月平老师的话 那他一定会选择扩张 这样两个点吧 会选择一个 如果你再去扎钉 我还继续扩张 对 那肯定是继续震 这个配置我还觉得 瞄着下股跳起来 对 我还觉得还不错 对 这就是棋风不同 所以说他们的选择一定会不同 但小范呢 他比较实在 他下棋比较 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 对 他肯定觉得这种下法难以掌握 您刚刚也说 他不喜欢做模样 他不喜欢做模样 他更喜欢的是下这个双方都是小块的起 然后他这个后半盘的力量更能够展示出来 相对于这个后半盘来说呢 小范的确在前半盘也不是他的强项 布局阶段呀 他自己也说 他布局经常吃亏 这是本来也是他的弱项 所以说他自己呢 我估计心理上也是这么准备的 我们布局阶段就平稳过度 接下来咱们开始 积蓄力量 积蓄力量 中盘的时候我再跟你来争呢 对 所以说 这也是有这么一层的意思在里面 白切打吃 这样一上 这个局部形成一个很 常见的变化 对 这个时候应该是还有选择这个打吃的 对 但这个太早了 现在如果选择打吃太早了 这外面大厂这么多 那你不说他喜欢实地 喜欢实地也有分寸 就是得在这个 比如说这一局部定式 是两分的情况下 他会选择实地的地方 那如果局部定式是大亏 那他也不会选择这个打亏的定式 这个被别人抽下来 他这个会立一下 对 再拐一下 拐一下 然后再一冲 对 你这还是后手 这个定式 黑棋是明显吃亏的 这就不能接受了 对 这个定式大家看 也经常出现 但是有一个前提 一定是外面没有打厂的情况下 它才会出现 不然的话 这个黑棋不会这样选择的 尤其现在这个局面 外面还这么空 对 就粘上 所以说 拐过 这个时候 黑棋当然要拐过 拐起立 黑棋呢 虎 虎这个 平时我们可能更常见一点的是贴起来吧 嗯 这都有 但这个也是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布局阶段双方一共才下了 各十几手吧 对 那么也就是二十几手棋 那黑棋下在二路的棋子 我们可以数一数 能数出来 一二三四 嗯 已经有四颗棋子走在二路上了 这比例是相当高的 是 啊 这个我觉得不用说了 就可以体现出他的棋风特点 他非常注重实力 嗯 嗯 布局阶段一般是很不愿意下在二路的哈 但是小饭他就这么选了 那他如果这个时候选择贴起来 是不是担心别人点一下他会觉得不舒服 这就是另一局棋了 这点一下之后 你再去做活的时候啊 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像刚才一手棋虎在这就可以了 你就得什么加 然后这样去吃人家一个 被别人两边利用 嗯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可以冲出来去强杀你 是 对 所以说这被点一下是很亏的 嗯 那黑棋他这个虎 可以说是以惊之动 嗯 他能惊的一手 是 挂 这个交换一下 嗯 交换一下 可以就手脚 对 这时候白棋继续在左下角 又夹了一手 再加一刀 再加一刀 嗯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我在想啊 这个棋黑棋没有出来 白棋也没有考虑封住他 而是在这边再下 对 这个就是 我估计也是小饭的意图吧 嗯 他这张虎呢 也是跟这边的结构有关的 大家看 其实高手在下棋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在眼观全局的 每一招局部的选择 都是跟全局利益是密切相关的 嗯 这个为什么没贴出来 他要虎 就是他不怕你去封他 可以这样去理解 换一个角度去想 他不出头 就是不怕你去封他的头 然后白棋就不去封了 如果你封头呢 会什么结果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会冲一下吧 对 冲 挡住 然后黑棋就做活 嗯 这看上去都是很委屈啊 黑棋不是在这边断的吗 就看白棋这么多断点 对 这断的 无论你断哪 这都被白棋这样一下 大家看啊 如果你不去团 那相当于被白棋这样打一下 打一下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断棋是不存在的 你不管断哪 他就跟着你走就行了 我断这个 然后我是不是损太多了 断这个也一样啊 他就吃 那您打不着这一下 我先断吗 这个打的时候能不要吗 对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 你不论你走哪 这下我都能打着 那我不冲了 对 我先断 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还有点讲究 如果先断的话 这个时候白棋选择一定是 不是在这拐吃啊 一定是斩在上面 放弃这两颗棋子 棋子 对 这样你再挡 这是一个后手 黑棋后手吃 这个后手吃 白棋外面非常的完整 黑棋实际上就吃了 十几木棋 不便宜 不便宜 在你同样做活的情况下 你就吃了十几木棋 落了一后手 这不便宜 还把白棋外面 撞这么厚 对 所以说黑棋 这个时候呢 他也不会选择 去吃白棋这两个 这冲一下是必须的 这不冲 被白棋肩上的话 那么白棋外面 这个太完整了 那就 所以说无论如何 也要冲 冲完之后 这个团是要点 冲完之后 你就不能被他打了 所以说这也是 白棋的一个棋形 白棋无论是沾还是退 这都可以选 总之这边棋形 不是很完整 这个还是有断电 这边棋紧 这边呢 可能还是有搬出来的 或者靠出来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白棋 如果花一手棋 在这封头啊 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这手棋 封的不是那么完整 但这条棋不可否认 非常的大 这条棋很大 一手就把黑棋封进去 两边基本上都处理好了 不过我要说的就是 还是我们要放眼全局来看 如果你现在花一手棋 走这个 那么黑棋把这个尝出来 黑棋尝出来 我这时候是不是 争子有力啊 这个时候 对 你争子有力可以压 咱们先看看这个 就是普通的 先说普通的 你尝 尝 那你一拆二 这太从容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你这白棋全都是后世 对吧 但是呢 被限制住了 这个后世的威力 实在是 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是 这边的后世 被黑棋这三个子 完全限制住 这边的后世 被黑棋这个小飞 硬头限制住 黑棋的子啊 都在光彩夺目的 对 黑棋的每一招棋 我们看棋盘上的每一步棋 都充分发挥了效率 没错 白棋的这个后世 两排后世 那个干后 自己干瞪眼 没用 所以说 这白棋是 太难受了 那你如果贴这个 的确 这个黑棋 蒸紫 蒸紫 就是这个 断 是吧 断的时候 黑棋呢 这个比如说你打吃 贴 贴一下 对 如果蒸紫有力的话 那么白棋 长 这个时候就可以 蒸掉白棋 但现在这边是白 这是白棋 应该是白棋有力 对 嗯 蒸紫不力 只是看上去 蒸紫不力啊 但是 我还说强了 这是看上去 那您就退吧 我就 还是搬 没关系 还是搬 还是搬 我断呢 蒸紫不力呢 我们可以七子 哦 七子 他吃 那我这个要立下来 我这是不是得吃掉 这就很难受 其实 呃 白棋如果不 不打吃这个话 比如说你从这边走 那这个地方又被黑棋挡一下 嗯 这个上面可能还被黑棋先笔顶一下 这是人家看 还有借用 嗯 对 你如果打吃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说白棋断在这儿啊 白棋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厚的一块棋了 嗯 那你这个再吃掉两个子 只能说是厚上加厚 是 啊 这个时候黑棋就可以脱先了 黑棋连刚才拆二都不用拆了 还又可以脱先了 哦 这三个就不管了 放在这儿 不管了 你这很难受啊 这边我这个打吃 这个打吃都是绝对的先手 都是先手 嗯 你这个地方根本没法攻我 啊 而且黑棋要想去做演的时候 比如说这种一跳 或者大跳 这眼形一下就摆出来了 这眼形一下就摆出来了 看上去也很轻松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棋又可以脱先了 比如说我最稳健的 此局面下是不太合适 对 黑棋一场 你的所有的这个效率都不发挥 嗯 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 把这个打掉 对 还是选择了打尸 这是正确的 那白棋等了一手 黑棋是不是要出头了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不出头了 再被白棋封进去 这边全都是人家的空 那可受不了 所以说黑棋下一招 飞 这也是必然的 嗯 下到这儿 我觉得应该双方 呃 布局阶段还是 军事吗 啊 肯定是军事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 而且 呃 下的都很自然 嗯 很合理 都很有思想 下的是非常好的 这个布局 然后下面的大厂呢 是不是就在这边比较空 对 下面很明显的是 留给白棋的选择啊 其实也不多 那只有这边是非常空旷的 但这边我看上 人家一飞出来 是不是显得有一点薄 有点薄 不过白棋很难补 这个棋 你如果跳这个 这是效率极低的一手 可以说 为什么这么讲啊 我们看跳完了之后 人家将来从上面过来 这白棋就又很难受 你这个地方如果不补的话 它还是可以打入 还有手段 对 如果补的话 比如说你这个 这样补 那么它从上面 又可以欺负你一下 啊 这没完 欺负完了之后呢 这底下还漏着风 对 人家这二路 有个这个二路虎 这白棋底下空 实在是太小了 没法补这个 没法补 但是将来它一顶 又走过来 这白棋效率 太有问题了 嗯 所以它干脆就不走 拆在这边 对 所以这个补是不太行 嗯 它就干脆脱先了 这个地方你要 打入啊 或者是你要干嘛 对 就战斗 这边白棋就当先手吧 黑棋打散了 嗯 黑棋来的时候 白棋再想办法处理 是 这也是很高明的一种战术 嗯 但你脱先了 我就一定要去惩罚你了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打棋可以选了 所以说下一招黑棋打入也是必然的 打入这个位置 这个应该是怎么选择 嗯 高位呢 这也就这两种打入 反正你要是打高的呢 人家就可以脱 那我就 搬了爬过去 啊 这个比较厉害 嗯 搬了爬过去 对 这个是比较 比较狠 那种下 不过白棋 他搬 搬我就搬 这黑棋有点难受 你如果退的话 或者顶的话 那么他这个立是先手 啊 立完了之后呢 他就可以考虑跟你作战 比如说 你看看打了 打了夹出来 或者打了靠这个 嗯 这个并一个是先手 是 打了靠这个 你如果直接去这样冲斥它 那太小了 嗯 如果拐出来的话呢 呃 这样白棋并一个先手 这边跟黑棋 呃 再去纠缠 这个棋 黑棋也没有什么把握 最主要的是 黑棋这个木树上 没有什么收获 这太小了 走的 你要如果 走这个 比如说 对我粘上 这时候 不退 对 粘上 嗯 那白棋我估计他就会选择把这个就弃了 哦 就打过来 弃子啊 嗯 他是觉得黑棋也没吃着多少木是吧 对 这个可能就不会跑了 嗯 就最俗的吧 比如说 一路推过 一路推过再靠住 嗯 这样白棋外面的潜力是不得了的 这样黑棋可能得不偿失了 得不偿失 其实太小 嗯 对 那这个也不狠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好像不太成立 从上面打入呢 反正也是可以选择 但是人家一拖 就是接下来怎么去对付他这拖 你得有想好自己的办法才行 嗯 不然的话 贸然的去打入 是不好的 他实际上打入底下 第一位 第一位 对 这个也是一种选择 把这个上面盖住 对 白棋总之 他一定是想办法啊 把这两个子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 嗯 你打哪边 我就拖另外一边 啊 或者靠另外一边 嗯 现在黑棋吧 黑棋吧 嗯 这个时候黑棋 他当然是希望这样 那我再爬回去 对 这还是有点收获 这个首先木树比刚才收获 嗯 要更明显更大 那最主要的还不是在木树 最主要是白棋这整体这一块棋啊 现在是负担非常重 是 你要补一个 那么它是先手套 还是可以满意的 嗯 就不像刚才那样 刚才那个白棋是 一口气靠在这儿 刚才大家记得那个图 这现在是比较薄 刚才那个是后式 对 刚才后式 你这个现在一手棋在虎在这儿 下一手轮白下都封不住黑棋 是 刚才那是已经把黑棋封住了 嗯 所以这个差距是太大 嗯 这样的话白棋不太能够接受 嗯 这个黑棋打入就成功了 那白棋要考虑从底下打 对 白棋如果底下打 嗯 黑棋尝 把这个车 嗯 就打 提掉 嗯 这个敢打吗 这个可能有点危险 打的话 它这冲液 它就有结材 有结材 嗯 这个一没结就把黑棋打爆了 不行 嗯 所以说黑棋这时候我估计会立 立吧 嗯 那么 这个结果呢 虽然白棋提了一朵花 我觉得黑棋也还可以满意吧 啊 对 我也觉得黑棋可以满意 嗯 这个结果虽然白棋提了一朵花 但是 呃 我们还是说 这个效率它实际上是不高的 提了之后自己还没有活进 同时黑棋 把这个字割下来之后啊 收获是非常明显的 嗯 那这样这个结果的选择 白棋也是不怎么好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嗯 白棋上打下打看上去 都不太满意 都不是很满意 嗯 那这个怎么办呢 但是朴婷环这一招 也感觉让人挺意外的 下一招朴婷环使出了这个 叫做投石问路 适应手 适应手 关键是为什么觉得意外呢 是因为他这个时机 我觉得是在别人挖的时候来适应手 而不是第一手打入的时候过来 他呃 为什么不是第一手过来 也是有道理的 你第一手人家没挖的时候 比如你先靠 他比如说走这种间 你在走的时候他就不挖这个了 黑棋也是有选 他可以尝过来的 嗯 对所以说白棋也不能随便去适应手啊 这个时机非常的重要 嗯 适应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时机 是啊 时机掌握好了 那你就是妙手 嗯 啊就是巧妙的让对方很难受的一手 如果时机掌握的不好 那你这个就像这种就就不叫适应手 这种他肯定不会选择走走里面的 他肯定捡这个 你要问英手问的人家不难受 问的人家那个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一种选择的时候 那这个就显然不是成功的适应手 但是您这个时候适应手 我就很有心情 拖鲜 我想尝出来 哎 这说的太对了 我觉得 嗯 我当时在看这番棋的时候啊 也是觉得这个棋为什么不尝呢 嗯 这个太爽了 这个心情太愉快了 这尝出来大家可以看啊 咱们一人三个字 一二三 白棋三个字 白棋都被割裂了 一二三 黑棋三个字 嗯 一人三个字 但是这三个字的效率啊 是差距太大了 是 白棋这三个字是完全的废子 嗯 对被黑棋这三个字冲得七零八落的 嗯 尤其这个这个子就完全没效率 这子放在 这好像可以拿掉了 这子 没什么用了 比较多余 比较多余了 所以说 那他担心 那他担心什么呢 白棋三个字全废了 那黑棋肯定是心情很爽的 他担心白棋脚上有什么 但是 嗯 他是担心白棋就很简单 就斑嘛 就斑 嗯 这个斑 他实在是 实地损失太惨重了 嗯 对我就虎过来 看上去黑棋棋型很爽啊 但是他是 白棋一挖 这不断的蚕食黑棋 这可以预见的 可以下成这样 嗯 然后接下来黑棋 估计是只有 提掉 嗯 白棋再去拖 他会觉得这个实地 白棋 对 这个实地来说损失太大 然后 而且黑棋这个 就是黑棋现在变得有点重复了 就黑棋的所有的子 全都堆在一起了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能选择啊 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不过小范子他还是棋风上 注重实地 是 他不忍心让人家淘这么大 嗯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在白棋这边 适应手的时候 黑棋其实还是在脚上阴了一手 对 但是黑棋应该阴在哪呢 这个我们应该是还是很有讲究 很有学问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让大家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看这个局部啊 然后黑棋呢 是在脚上阴了一手 他还是选择了走这个 嗯 这个棋简单的讲一讲 这有什么关系吧 比如说你虎 白棋会加还是会搬呢 嗯 这个应该差不多 他可能搬吧 打吃一下 嗯 比如说他还是这样 嗯 这一点可以给大家交代一下 白棋从上面打的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的 嗯 所以说他一定是抵的 抵掉 这样的时候黑棋就不能走这个了 哦 人家翻上来 这个打吃先手 之后他一贴 嗯 这黑棋就 这两个子和这两个子啊 就无法兼顾了 是 所以说这黑棋不能走这个 然后你又不能走这个 这个就看不 说不过去 嗯 所以说 呃 白棋这就达到目的了 是 那白棋 嗯 我们再回头看看 拖的时候黑棋还有什么选择呢 嗯 黑棋 嗯 如果立这个的话 啊 如果立这个的话 那白棋其实就已经便宜 这个时候白棋是可以考虑打上 打上头 嗯 这样这样再推回来 这个拖一下就便宜很大了 将来白棋可以 就是说可以拖这个 脚里面还可以施展手段 对 这是黑棋 有点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立这个呢 是被人家无条件的便宜了 嗯 那实战 小尖 实战小尖 嗯 这样白棋当然也是选择的地大 对 还是走刚才这个变化 嗯 停掉 呃 黑棋立 嗯 黑棋可以立 是没问题 但是这一下交换白棋还是赚到了 对 对 因为如果下手这样 如果现在再来拖的话 黑棋应该 不可能肩在这个位置上 像这样 首先你拖不着 你拖的话 他肯定先先把你这块弄进去 嗯 那你第一时间拖不着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还只能跑啊 像实战这样 别人家走多了 你再拖他肯定杀你 在拖的时候 首先 他本身就 比如说他这贴多了 他可能直接虎就成立了 嗯 即使不虎 他就还是立下来杀你 嗯 这个棋 白棋是走不着了 是 如果不先拖 这就拖不着了 嗯 所以说他这个适应手的时机 还是很巧妙的 很巧妙 很巧妙 这时候白棋再来加 对 黑棋也在这冷静地跳了一个 这条跳啊 我想说 这条跳实在是 太冷静了 这个我是真的是没想到 嗯 他可能担心 比如被白棋震过来 这边形势还是挺大的 其实黑棋这块棋是活棋 嗯 首先第一点啊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这块棋是活棋 无论你外面封的多厚 我这块棋都是一块活棋 嗯 最简单的 比如说你这把这下看掉 点我就挡 一爬我可以拐 嗯 啊 这里面活棋是没问题的 那首先他这块棋 活棋出头 价值在哪 就要画一个问号 或者是他描着白棋的一些毛病 描着白棋毛病的话 嗯 嗯 怎么讲就是 无论如何吧 你这白棋毛病它本身也存在 那么无论如何 你先走了一个效率不高的棋 这二棋我个人认为效率是有问题 嗯 效率不高的棋呢 这多多少少心理上都是有点不肯 嗯 嗯 黑棋最厉害的应该是就是跟着白棋冲这个 跟着贴过来 跟着贴 嗯 跟着贴白棋 会搬吗 如果搬 黑棋就把它冲了打断 嗯 这样打两下还是很舒服的 是 如果不搬的话 黑棋就一路贴过去 这块先把这个打空先尾上再说 将来白棋在掏黑棋的时候 黑棋就可以考虑 是不是可以考虑强杀白棋 强杀了 嗯 对 嗯 这是一种最强硬的思路 嗯 但我估计他还是担心白棋搬吧 要不然没有道理不贴这个 如果贴这个不好的话 嗯 可能他也是一时找不着头绪了 要不然下那好 嗯 非常冷静啊 对对 跳了一个 我觉得是不是 哪怕就拐一个算了 要不行的话 同样是自补啊 嗯 那让白棋先出牌 你看他是怎么补 然后黑棋再决定是不是要出头 实际上先出这个头啊 就是你先走了一个有一点问题 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嗯 嗯 你先出牌的时候 人家就可以选择 他后来就点了一个是先手 对 就很讨厌 嗯 这个时候白棋还是不补 先脱上面 脱 嗯 然后黑棋这个时候贴过来 对这个时候贴的时候 白棋 先点一下 点 对 你说你没有这个的时候吧 他反而后手 他这个反而走不着 嗯 你就扳他了 有了一个之后呢 这个到底白棋多了一个先手 这个就很讨厌 这个就很讨厌了 这个时候他再搬 嗯 它这个点意图也很明确 就这个时候他实际上是防着你冲 如果冲打 转上 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嗯 再打一下 再補 不管怎么補 这个 这个 白棋就可以 应该是断吧 好像好几种下 不是说贴这个也可以 贴这个 冲这个也可以 选择就比较多了 这总之黑漆这个断两下没用 断两下之后还是跑不出来 嗯 而把这个几个子的气撞得特别紧 这是很难受的 嗯 将来人家长头先手 这比如说他冲你就很难跑了 要跑的话 你看这怎么跑 这只有 尖 嗯 嗯 这都是很奇怪的细形 形状都很难受 看起来 对 被人家冲了 他就冲了退回来 嗯 这样你这站塔 这个断了 这是 刚才我们说这块漆没有死活问题 一会儿就出现死活问题了 总之是这个点就发挥它的作用了 对 这个点就发挥 它还可以贴这个 比如说 这更难受 嗯 这黑漆可能已经没法跑了 是 沾了这样 拱出来 这就不像话了 有点 所以说 这个漆黑漆就不能冲 不能冲了 不能冲 所以它 断这个也没意思 断这个 它就接 补 这白漆就 这顺势 推两下 推两下之后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地方 黑漆脱仙 脱着仙的 这个地方 欠一手棋 欠了一手棋 这个太厉害了 这白漆一跳 黑漆你这边 再多也没用 对 白漆一跳 做活之后 黑漆是一点效率都没有 所以说这时候黑漆还不能断 它是文件的补了一个 对 所以它还是憋着从这个地方冲断 只有从这儿冲断才有意义 但这时候白漆就沾上了 这个不得不说 这个黑漆还是亏了 亏了 这一串黑漆还是明显亏了 因为黑漆 我们可以看黑漆的所有旗子都团在里面去了 而白漆呢 这不仅提了一个 白漆把这个大头拐过来之后 对黑漆上面模样的限制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打铁头 对 中央的作用很大 太难受了 实际上黑漆又只好回来走这个 回来走 这脚上还是个打结活 脚上反正黑漆还吃不掉白漆 再翻 我们可以 稍微加快点进度 因为这盘漆后半盘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是 这个漆呢 可以简单交代一下 这里面呢 现在 是一个结活 轮黑漆下 对 是个打结活 结活 而且不只是一种沙发 黑漆 对 两种打结 两种打结 以后我们自然会讲到这 是 先往下看 黑漆下这个 是在威胁 黑漆白漆这块漆 实际上白漆这块漆也不怕 他活骑是没问题的 是 这黑漆 逼这个也是把 这招跳的效率充分的发挥一下 不然的话 你这跳一个完全属于单关了 这活骑出头 然后对人家这块也没影响 那唯一有影响的就是 对这块漆 可能多数的稍微有点影响 是 所以说他打入 白漆拐一下 白漆这个时候没有 白漆是先去掏 掏这个 先不应了 对就拖掀了 因为这个肯定是后手 这个白漆是可以拖掀的 这个局部黑漆是下这个的 对 尖角 一起打 这是一个局部常见的定式 这个 然后白漆是选择这个 白漆这条漆是很好 如果你拐 对 普通应该是拐 那他就拆二 你这局部还是活不了 是 还是得往外跑 但这跑起来的时候就难受了 他就很自然的走一走 这白漆离家还挺远的 总之是无效率的跑 他走在这 这个呢 它是希望你这样 去跑这个 跑这个 跑这个 这样白漆可以 打成了糊一个 这个同样是跑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 白漆这个头比 刚才要唱得多 对 顺唱多了 而且将来 这个接踐掀手 这个常ت soon 白漆损失的 唯一的就是 这个底下的眼位 但是反正我也做不活 那个眼位对我来说 也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说这是白棋的意图 黑棋肯定是要打破意图了 黑棋飞 那么这时候白棋在拐 把这个吃掉 是 下到这儿啊 我觉得看上去这盘棋 提掉之后拐这个 小贩是有点危险 看上去凶多吉少了 对 因为这个白棋 感情怀的确状态很好 下到这基本上是 白棋所有的棋子效率都很高 而黑棋呢 看上去就有点问题 黑棋首先这个地方 效率就有点问题 子太多了 还重复 第二个呢 黑棋这个 我们还是刚才讲 这活棋出头 这招棋看上去 也是有点不舒服的 所以说黑棋 如果从实际上来说 黑棋现在也没有优势 那么从潜力上来说 显然白棋这块棋 这块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是 而白棋也没有什么薄棋 这块棋呢 是没活镜 但是黑棋太难攻了 你要攻他 一定要搬这个 头还在外面 对 底下留个活棋 上面留个出头 对 所以说现在看上去 小贩是很困难的 但是小贩下一步啊 他是在这提一个 我想说对 这个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胜负才刚刚开始 这个时候小贩看到 他这道题 我又觉得对他很有信心了 因为 又在积蓄力量嘛 想打劫 因为这个是他 可以说是极度自信的一手 这道题 第一首先我们说 这道题它是叫做 无奇自补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呢 它没有什么棋 这是白棋跑 在爬 你暂时你是跑不出来的 黑棋太厚了 这边 不会去跑 这叫无奇自补 但是它实在 实际它是有几个 这个作用啊 好几点 第一点是 它提了之后 聚厚 然后随时瞄着给你打结 削结彩 是 第二点是 提了之后 这个白棋的这个 这边的冲断成为了 可能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把这个气紧的毛病 先给它 消掉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说 虽然说它这个白棋 暂时不会跑啊 但如果你这个地方 如果不补的话 它一直是留隐患的 对于将来 在其他地方 形起的时候 比如说中府 一旦形成作战 那么这个白棋 跑出来的这个隐患 你是不得不放的 一旦它能跑出来 就很厉害 有这么几点原因吧 所以说它选择了这个题 对 以后的作者还是有帮助的 对 这个题是极度冷静的一首 看到这一首 我就觉得 它还是很有自信的 对后半排 白棋就这个 是 黑棋是不是先掉一下 它掉在这 掉这个 对 小飞 小飞 这时候黑棋 威胁这个 跳一个 这是一个棋形 白棋拐 可以拆过来 大家看这些形式 明显是白棋有利的 一个局面 明显黑棋不太好 但是小范非常的沉着 它就不急不忙地 继续 给你那个收官 一点一点的收 先把自己的所有毛病 全都补干净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继续柴耳跟你收官 对自己的猪后盘 应该是非常自信的 对 我想 不管是条天环也好 还是谁也好 面对这样的对手的时候 你这个心理上 是一种什么感受 应该是有点波动 对自己形式判断 难道有 会产生一些怀疑 我觉得 尤其是这个世界大赛 最后的决赛阶段了 那肯定多少 都会受点影响吧 好 可能 这个 说小贩是少年识佛呀 可能跟这也有关系 异常的冷静 是 一直在积蓄力量 我们抓紧看一下 后面的进程 它就开始发力了 接下来开始发力了 叫后肌薄发呀 它总是要那个 有发力的时候 对 总要发挥作用 对 它这个后都摆下了 打吃一下 打吃一下 交换了这些之后 它开始小贩亮出了这个秃刀 是不是一路斑了 破眼 破眼 这张棋不仅仅是破眼 本身木头也很大 你不走 将来这白棋 这个都过 很讨厌 这个都过 黑棋自身上还没有完全活进 有点讨厌 是 白棋是不是要往外跑呀 白棋尖 接下来下一招又是出人意料的冷静 顶在这儿是吗 顶在这儿 这招棋也是这个棋型的要点 看上去是还手 看上去没有直接的去威胁白棋 但实际上它顶了之后 生出来一招挤 可以把白棋挤断了 这个挤很厉害 这挤你就要粘上 有了这招之后 大家看这个局部棋型 你已经连不上了 跟这边已经失去联络了 因为黑棋之前做了几招准备工作 打吃什么 这都是绝对新手 但是你又不能这样去连 这样去连的话 这不太像话 就扳出来 就受不了了 你要唬 它就这样顺势冲出来 但是这一步 您说它这个白棋确实是有问题 但是好像也给了白棋妻子的可能 的确 它这个从这儿冲过来 我有没有可能 挤了之后我不要了 对对对 让你撑过来 其实实战 白棋的一个选择 差不多就是这样下的 它全 挤 对 接下来白棋的下一招 又是一个妙手 先在这儿问一下 黑棋 这上棋太有意思 这上棋 绝妙 可以说是 它是什么意图呢 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你挡 挡的话 我会长出来 粘上 这局部应该是黑 应该是能把白棋杀掉的 局部是黑棋快棋 你无论从脚上杀 还是从边上杀 都是黑棋快棋 但是你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接上了 道理很简单 因为白棋这个 这拐编成了一个绝对线手 对这以后铺一下 这个收器全都是线手 都收紧了 对那这样的话呢 黑棋这个断就 就不太行了 那你就断不动它了 如果没有这个 这几下交换的话 你看如果白棋直接接 那这个黑棋断太厉害了 为什么就最简单的 我给大家摆一个打车 打出来 我再断 你就已经没法下了 对白棋不好音了 对这个气太紧了 这两个子气太紧了 所以说白棋实际上呢 它点一个问问你应手 它要的是这个拐的线手 如果拐是线手的话 它就可以把它粘上 粘回来 所以说黑棋又是退让了 又是极度的冷静 我觉得这个小贩下的 那等于说这个给白棋 留了一个爬回来 给你便宜 就是把这个便宜也给你走着 没关系 但是这是白棋 我们说白棋下的好的一面 但是这个棋到底是不是便宜 我们也要画一个问号 在接下来的进程中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点有便宜的地方 关子 也有亏的地方 损失了大量的劫财 这是白棋的一个 可能他会后悔的一步棋 原来特长 既然便宜着了 他就气了 这是连贯的一个思路 然后就冲过来 其实想一想 黑棋吃的也不大 也就吃了不大什么 也可以接受 但白棋获得的利益 就是把这个一震 对 这样呢 好像白棋这边 如果都吃了也不小 也不小 当然 这个 也收获巨大吧 可以说是 黑棋这个还不能尽死 得要做做文章 对 现在黑棋 我们刚才说 黑棋一直在积蓄力量 把棋走得很厚 把棋走得很厚 它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那个打结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局部刚才我们说是打结活 也给留下了一个伏笔吧 给大家卖了个关子 怎么打呢 有两种下法 第一种简单的 加在这儿 然后就会走在一里 对 这个相信大家都能够快看出这个结果 一路搬就简单打结了 战上 打这个结 实战的黑棋没有选择这个打结 原因是 这个结如果打赢了的话 黑棋一接 这里面白棋气还是很长的 外面也有借用 是很讨厌的 那么实战小贩是选择了一个 非常非常极端的下法 加在这儿 加一个 刺激的一个打结方式 特别刺激的下法 这个结如果打败了 黑棋损失非常惨重 但是如果打赢了 他会把白棋全部拎起来 提干净 收获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这个选择哪一种打结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 关键就在于结财了 他这个就是一定要打赢 对 他就是有信心一定能打赢 他已经看到了 这个我肯定赢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想白棋 可能对这条点也开始后悔了 这个点卖了大量的结财 便宜了一点点木树 这地方怎么打呢 就是断一下白棋 这个注意白棋这种打是打不着的 他现在已经打不着了 所以说只能在局部做 翻一路然后踢掉 这个时候如果打赢 就直接把五个子踢起来了 对 打赢了就把白棋踢光了 打败了的话损失巨大 白棋踢在这 黑棋木树大亏 但是他一定能打赢 找的是这个结财 拧一下 然后踢掉 这时候白棋也没有再去找结了 直接把这个吃掉了 这时候实际上双方一种心理战 也挺有意思 白棋如果找结还是有的 比如说这个打吃 比如说这个冲 冲了这刺 这都是结财 他可能觉得 是不是咱们这个黑棋这边损了一下 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也够 他就基于两点 第一点是形式判断 他觉得吃了他形式好 没问题 这是很正确的 第二点是因为 他如果不吃的话 等待他的是一个非常难受的结果 就是人家一退 他得去做活 就收着关 被搜刮 本身就是黑棋收着关 然后再当着结财打 然后他还打不赢黑棋 是 这台就很尴尬了 所以说黑棋其实这个棋如果最狠的话 他拖了之后先不提结 先退一个 就把这个全都当结财打 但是那样当然风险非常的大 更大了 你要自损一枚结财 实战就提掉 双方等于是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妥协 消结 对 达成了一种妥协吧 黑棋吃脚 但是白棋把这个吃了 然后又征得了先手 把这个刚才这个遗留的罐子爬回来 这个太大了 如果不走 黑棋可以肩在二路受关 是 太大了 前后出入很大 但是现在是不是一定是要在中间想想办法了 现在的局面是 当然我们就不 就是一个一个给大家数控了 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的局面应该是盘面胜负的棋 从目数来讲 贴幕还是有很大负担 贴幕很难 然后现在是轮黑下 但是黑棋这个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厚味 有点潜力 不过客观来说 还是白棋好 这个局面还是白棋好 黑棋一定要再去想办法 是 去搅乱局势才行 但搅乱的地方肯定就是在这一带了 对 这个小贩开始进入他最擅长的领域了 我们说越下了后半盘 他越强 是 不局是他的弱项 对 中盘呢 他就已经很强了 那后半盘他就几乎没有失误了 就是大家可以这样想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呢 还是欣赏一下他的后半盘的表演 他先点 嗯 挡住 挡住 靠出来 好 他是退 这个棋靠一个字 就是考验白棋心情的事 非常讨厌 如果白棋 我一顺手就摆上去了 应该 白棋这个时候有两种下了 第一种是稳健的 你可以组这个 这个是没问题 你只要想吃回来直接搬就可以缩回去了 直接搬也是 当然也可以 直接搬也可以 那无论是走这个哪个 那么这外面都被黑棋搬一下 这是非常难受的 你只好沾上 嗯 你要是搬的话 他再做尝你 还能再尝一下 嗯 这其实白棋刚才我们也分析过了 白棋优势并不大 优势很小 可以说是 盘面差不多 然后轮黑一下 黑棋还有后味 所以不能过分推缩 对 你这一下这个局面就逆转了 这缩一下之后 黑棋就 黑棋可以跟你说关 他把这挡住 黑棋可能就赢了 嗯 所以说这个棋 这个选择呢 是不行的 不行 作为白棋来讲 他只有反击 反击 嗯 这也是小贩厉害的地方啊 嗯 就是他的棋呢 你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点过分 但是呢 让你就很难受 你是退缩又不肯 嗯 你要反击的话呢 就给他机会了 又有风险 又有风险 对 对 现在他走这个 走这个 嗯 这个双方的 嗯 他又有一大飞 这是很潇洒 嗯 白棋是这个 首先局部来讲 黑棋就已经比较难以处理了 再一个呢 这个地方的尖出来很厉害 还要描着这一块黑棋是吧 对 所以说其实从 这个进程来看 也能可以感觉到 还是黑棋很艰难的一个局面 是 他强行把这几个子拽出来啊 实际上是挺过分的 但是因为实控贴目负担嘛 没办法 但是他必须要拼 对 现在来靠 靠 腾挪 这个厉害 这个小饭开始实展他的招 最擅长的腾挪的招法了 白棋连班 嗯 肥气大吃 大一下 站上 大吃 跑出来 贴住 嗯 这时候白棋 他先看中府呢 是不是很好杀 原因是在于 比如说我中府去分断黑棋 那黑棋这个地方先手一虎 虎完了之后 这个粘基本上是先手 这要破眼 你要破眼的话呢 这个地方他可以挖持 哦 挖持 好 现在是不是连回去了 对 黑棋可以联络 白棋你如果 这个 直接回去了 对 直接回去 你如果打一下这个的话 也不行 你再破眼 他可以断 嗯 这一断白棋 无法处理 这边白棋气紧嘛 这一打就会白棋打死了 嗯 这三个子如果不跑也不行 所以说白棋直接去这样去杀黑棋 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 所以他要找找头绪 对 他希望 结果就是说如果能先手把黑棋 这个回家的路阻断了 那么他再来杀黑棋就可以了 嗯 所以说他先尖出来 走这个 嗯 现在这考验黑棋 黑棋是跳 嗯 冲一下 好 再跳 嗯 黑棋没办法 这不能全要 这所有的子 如果都想要的话 那肯定白棋会亮出秃刀了 嗯 他贴 贴回来 贴回来 把白棋呢顶了一个 这是先手 对团出 嗯 这时候白棋开始痛下杀手 是 亮剑了 嗯 最精彩的地方就到 基本上是受复复了 对 这个打呀 可以说很厉害 但是也可以说是风险极大的一手 因为黑棋可以这样反打 这个是不是就没有收官的可能了 肯定是 看上去这就已经没有收官的可能 一站定胜负了 对 这就是要屠龙了 黑棋冲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 这小范的棋 它厉害就厉害在这 它的棋呢 看上去 你是总有机会的 看上去它很过分 嗯 但是你真来沙沙试试的时候 你就发现 它就像泥鳩一样的 这很难抓住它的棋 嗯 凑一个 黑棋 乖 白棋摘 这时候把这个摘上 就把这个摘 这个时候白棋就 很难下决心了 嗯 白棋如果打这个 这个打是最狠的下法 就是说黑棋点 嗯 这个是一个极度复杂的变化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摆两步 然后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变化有多么的凶险啊 对于白棋来讲有多么的凶险 再冲出去 冲 然后再打吃 这个要剔掉 可以再剔 这样白棋必须补 必须补这个 这个 黑棋打吃 这样是 白棋 黑棋一提 嗯 这两个断点 这样断点 白棋可以扛住 它可以接这个 因为你断的时候呢 它这个拱一个是线手 哦 这个是线手 但是这没关系 跟这边其实关系不大 最主要的是黑棋这一段 这一段之后呢 因为白棋它要把这下拱掉嘛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是 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 这被黑棋一段之后 这块白棋也没活 而且气特别的紧 你还随时担心 别让黑棋作活了 哦 这还有一只眼 这还有半只眼 这个地方好像眼味也挺丰富的 嗯 所以说 这个棋 如果硬杀黑棋的话 有一定风险 对 可能是黑棋 更危险一点吧 但是对白棋来讲 它也很难下决心 因为它形势好 是 所以说实际上它也是 没有选择这种下法 它还是 看不清 它觉得这个 太看不清了 对 这 嗯 它是选择了这个 快吃 嗯 这样呢 局部就形成了打结 打结火 对 剔掉 剔掉 啊 白棋这个 太刺激了 其实这个下成这样 是不是黑棋就算是已经 有所收获了 因为之前 毕竟它是死在那的 也不能这么讲 反正就是打结定胜负了 嗯 这结谁也不能轻易打负 就是已经折腾点事出来 对对对 这已经看看到了一点 这个翻盘的可能了 嗯 之前是干不够 啊 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这个结 对 踢 那其实冲 嗯 它踢倒 这个要倒 踢 这个时候 一断 这个时候最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嗯 这个时候朴婷环啊 经过仔细的判断之后 它是选择了消结 应该也是用了大量的时间 对 因为最后就是罚了四点 对 最后是 呃 平环罚点了 对 超时了 嗯 那么 这个消结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种选择 非常英明的一个判断 嗯 嗯 但是接下来呢 这个故事也从现在开始 最精彩的故事啊 从现在才开始 嗯 接下来黑棋 飞 把这三个吃掉 黑棋吃这个鸡精 这样黑棋呢 就可以说是顺利的 逃出了 嗯 而且把白戒戒三个 呃 其今吃了 看上去黑棋收获也蛮大的哈 是 但是实际上朴婷环我们说了 朴婷环也厉害 朴婷环的判断非常的精准 呃 朴婷环呢 接下来他只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点这个 嗯 这样黑棋就不行了 点这个我还能 我底下还能颠吗 你如果沾 那我这一场 那我底下死了应该不行吧 底下死了就大败 嗯 你如果不沾 我 挡 对 我吃了 呃 这样双方开始收关 双方开始收关 接下来留下两个大棋 就黑棋需要把这下点掉 嗯 不然自己这个地方有断点 嗯 方式白棋断 对 点掉之后去收关 呃 接下来这个挡和这个靠住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嗯 都特别的大 是 啊 这靠住也能收拾木枪 这样收下来是白棋肯定营的一个棋 还是白棋营 白棋肯定营 对 嗯 呃 白棋实在是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这个就是平静怀他非常追求的一个一招棋 嗯 嗯 他吃是希望沾 然后他再点 嗯 这个时候你再走 他再打吃 这打吃一下便宜了一木棋 哦 呃 跟跟这样比 呃 跟这样被黑棋打眼下比 这个地方 他把黑棋这一木棋给冲掉了 嗯 这是白棋的如意算盘啊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当然他赢的更多 刚才我们说白棋就赢了 那我又白转一木棋 嗯 赢的更多 但是就在这么一瞬间的时候 被黑棋抓住机会了 黑棋小尖 嗯 这个必须得沾 啊 这个必须得沾 那么 啊 在这个时候 黑棋再沾 嗯 而且点 对 黑棋挡 挡过来 啊 吃 这都是必然的 嗯 黑棋先点一下 黑棋沾上 嗯 再一挡 这样 终于逆转了 这个靠 没有了 等于说黑棋呢 通过白棋这个算是败招吧 两边都走到了 对对对 嗯 所以这盘棋小范可以说是赢的也比较幸运 但是 很惊险 但是也是非常的精彩 他抓住了唯一的机会 啊 最后你 成功翻盘 好 那今天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今天的文凭论道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一次感谢奇迷朋友的收看 奇形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